欢迎回到梦想街五十俏 秀琴 你那时候 家里面有没有亲戚说 想要去劝你的阿姨 叫她不要再做这个 因为你们如果说 知道是诈骗的话 有没有劝她要回头 还是等你们要找她的时候 已经找得到 对 因为我们家里面 有些亲戚在做 然后就是才发现说 是诈骗的时候 阿姨已经能去楼空 家里面也都没有人 电话什么都没有联络方式 也找不到他们 所以你根本没有 就是也没有办法 就算要劝也没有办法劝 对 然后只是已经 就是都弄到家里面 就妈妈 妈妈就变成她要去调节这件事 金莱 这是不是家里面的人 是没有办法着手的 就是无私利点了 必须等到她有一天 她真的是心肌梗塞 或者是被抓走了 她才能够亲戚 其实我们还是在讲一点 一个人为了要捍卫自尊的时候 其实亲人是 她会觉得你不行 你快点 那所以我在演讲的时候 也曾经有一个女孩子说 我可不可以跟您 请你安排一下 跟我的母亲见个面 然后呢 你当面跟她讲 所以我要讲 我们的节目做的时候 好 为什么 我们可以花很长的时间 我们慢慢去谈 这些人是怎么去的 过程中间发生了什么事情 发 adaptive 什么事情 然后自己发现了些什么事情 那个网易li